大家晚安 我是韩音 这个周休假期天气都很不错 大家有没有出去走走啊 那目前呢 台湾呢 受到旁边的这个高压影响 其实天气都非常的稳定 加上没有什么云层 所以白天都是出大太阳的 那这样子的好天气还会维持好几天哦 不过就是因为天气非常稳定 加上一些光化反应的影响 空气中的臭氧浓度呢就提高了 空气品质就会变得比较不好哦 我们来看看明天的空气品质 预测指数哦 就可以看到其实像是宜兰还有花冬 是良好的 但是北部到云嘉南是普通 要特别注意就是高平地区哦 空气品质来到不良等级 那也提醒哦 如果是过敏体质的朋友 要避免在外面长期活动 像是明天出门的话 也要记得携带口罩哦 那明天就要上班了 未来五天的天气状况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状况了 像是呢 北部地区其实都非常的稳定 维持多云稻情 而且高温都来到34度 那么像中南部地区的话呢 接下来这个礼拜 都要留意会有午后的雷震雨哦 那么高温一样是维持在33度左右 那像东部地区的话 这个礼拜也是会有一些 零星的短暂震雨 不过雨势都不是很明显 所以整体来说 接下来这个礼拜 天气状况还是不错的 但是也提醒大家了 接下来这个礼拜 高温还是会来到33度到34度 提醒大家在外面 还是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 那我们再来关心详细的温度预测 北部地区24度到34度 降雨几率是0到30% 中部地区25度到33度 降雨几率是0到20% 南部地区26度到33度 降雨几率是30% 东部地区24度到32度 降雨几率是30% 外岛地区23度到32度 降雨几率是0% 那明天的话天气还算是相当的不错 都是多云稻晴的好天气哦 但是提醒大家空气比值 可能比较不好一点 出门的话要记得携带口罩 那么明天的话 像是南部还有东部地区 也是会出现一些短暂雨 这一点也要特别注意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气象资讯 看起来